好了 新聞刺針又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兩個話題而已 一個就是習總訓斥一些高概 中共的高概 誰不知就變成笑狗自己 變成嘲笑自己 這樣都可以 沒有啊 是這樣的啦 你要搞這些東西出來 通常都是所謂老毛的話 就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當然有另外的說法啦 聽下去就知道的了 第二個話題就是 揭穿這個中日會談 中共最負責的一件事 原來很負責 這次鬼拍後尾枕露了出來啊 你不夠日本人玩的 有些玩一些細微細眼的東西 真的贏得你開漢的 好了 來啦 還沒說之前也要提提大家 希望大家一邊看YouTube 一邊留意右上角的銀碼標誌 那個叫做Super Thanks 或者叫做Super Check 大家只需要按一按呢 就可以幫到小弟的啦 另外呢 現在可以免費視體 14日小弟在Patreon那個平台的 辦法很簡單啦 大家只需要Google search 出個852郵報 at Patreon 852郵報 at Patreon patreon 就可以免費視體 14日的啦 現在有很多獨家東西的 好像說最新的環節呢 就叫做漂流記 就是由我泰座 一層做豪寫的 反應都不錯啊 很多朋友都留言啦 那另外也要提提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每逢月初 真的我自己都要隱瞞 自己都不好意思 每逢月初呢 硬是呢 就不見了幾十個訂戶的 那又每次都要呼籲大家 去續訂才行 那現在都唯有去呼籲大家 去續訂啊 那就都是去 就是這個Google search 8月5郵報 at Patreon 8月5郵報 訂閱 訂回呢 就續訂回呢 就可以啦 沒問題的 好多謝大家 好來啦 今天習總呢 習豬頭 習包子呢 怎麼訓斥高幹呢 變成嘲笑自己 笑狗自己呢 那 古語有云 或者古有語云 什麼都好 古有大語云都好 就是說什麼呢 知人者智 智智者明 啊 你就是說 你知道 懂得用人啊 啊 知道對方是什麼人啊 這個就是智者 智智者明 這個是明白人 你有智智之明 就是有智智 自己的強項弱項 有智智不足 就是這個呢 就是一個明白人 啊 就是這樣啦 那看來呢 習總可以說 既不智 亦不明 或者亦失明 啊 是這樣的人啊 不怪叫習豬頭 或者習包子 事關於習總呢 最近就真人表演 有口說人無口說自己 甚至乎可以說呢 真人表演呢 丙人變了笑自己 就是這樣啦 啊 怎麼這麼說呢 各位 恕情恕感的 話說啊 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刊物呢 叫求是啊 今晚都跟大家說這份雜誌 求是雜誌 最初你聽過名字 已經知道是來自鄧小平時代的啦 鄧小平常說實事求是嘛 這份求是雜誌呢 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刊物來的 那他最近呢 就刊登了 差不多 期期都有的啦 就刊登了習總 啊 在3月1號 在這個中央黨校 建校90週年 慶祝大會期 202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面的重要講話 因為習總經常都重要講話 所以呢 他的講話好像很重要的 他還是要講話 還是要講話 真是拿命啊 所以重要講話是什麼意思 那習總說 中央黨校 十年來 即是在他治下啦 十年來 總共培訓 輪訓了 輪訓了 輪訓了幹部 八萬八千人 其中省部級幹部 有一萬三千多人 嘩 厲害啦 一萬三千多人 即是十年來 一年 一千多個省級幹部 一年是一千三個啦 一千三百多個 十年一萬三千多個嘛 多厲害 訓練那些貪官出來 當然要訓練習家軍啦 是吧 港道明就差不多啦 他強調說 怎麼出事 聽起來就知道 他強調說 各級黨校 這個是中央黨校 各級黨校都要的 各級有省黨校 各級黨校要 黨校控制私義上擁有 最重要是搞清楚 他現在不要共青團 他現在要黨校 各級黨校呢 要升官發財 就要去黨校先浸一浸 就是劉鶴也叫做 就是那種啦 就是看你思想正不正確 總之 他強調說 各級黨校呢 要敢抓 敢管 嚴抓 嚴管 就是敢抓的敢觸 敢管啦 敢… 就是有擔當啦 就是這樣說啦 啊 跟著呢 就是這個講的校方 跟著就訓斥了 訓斥啊 那些黨校裡面 以此其他中共的高幹 他說什麼呢 他說 疫情封閉管理期間 不少學員養成了讀書 鍛鍊的習慣 有些啃圓了 就是呢 就是有些啃圓了 就是啃圓了大報頭的經典著作 就是有些就是叫做 有些啃圓了大報頭的經典著作 有些呢 就減走了個啤酒肚 脫掉了個脂肪肝 他說 這樣就說明 黨校嫌一些 是有處的 黨校嫌一些 是有效果的 一定要嫌一些 嘩 說到這裏 相信很多朋友都會馬上大叫話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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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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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是大報頭的經典著作 大大之前 早幾年 他猛讀他張書單 說自己看過什麼書 大大你那張呢 長過水邪春 長過萬里長城 那張書單 真是可以說是慈名中外威鎮四海 但是因為解救大大你經常都讀錯字 經常寫錯字 讀白字 有這樣的東西的呢 音又不對的呢 讀過書的呢 書單這麼長 原來都沒有用的 好了 繼續講完《求是雜誌》 刊登的習總重要講話 習總跟著還說 現在的領導幹部學歷都比較高 好多人有博士碩士學位 但是仍然存在本領恐慌能力不足的問題 哦呀 咦 講一下 講一下 大大是不是在這裏 是不是在這裏下召聚記呢 皇上 是不是下召聚記呢 都在講你自己 因為怎麼搞啊 因為大大你自己本身擁有這個 中共最高學府 清華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 大佬 對吧 嘩 嘩 雖然 中早康說他是買回來的 算了 總之好像很威風的 但是 大大你本人呢 就真是仍然存在著很明顯的 本領恐慌能力不足的問題 哦 你又是博士的了 哦 原來在講你自己也是 哎呀 真是很厲害 好厲害 下召聚記來的 想想想想 大大極有可能呢 是在這裏 真人示範中共的整風法寶 就是整人法寶 整風就是整人 什麼整風法寶呢 整風有句說話 叫批評與自我批評 就是開始這個批評與自我批評 這個良好的作風 啊 批評與自我批評 哦 那如果就是這樣說 就是說你所謂的批評就是批評其他人 你所謂的批評 其實是自我批評 你批評人其實是在批評自己 我明白了 真是陰莖 陰莖 大陰莖 要給一個很大的陰莖 大大你坦坦才行 啊 你今天陷了沒有呢 就是那種呢 唉 好 第二個話題 就是呢 啊 跟大家揭穿 中日會談 中共致敲底的一件事 是什麼呢 啊 話說日本外相林方正呢 忽然之間訪問中國 那人沒有想過這麼快 突然間噴一聲 那懂得看的一看就知道了 林方正呢 是想呢 就是飛去中國一轉呢 就是想起碼在姿態上面 是扮了 日本政府已經出盡洪方之力 岸田文雄政府已經出盡洪方之力 去營救最近被中共拘押的 一個五十幾歲的日本安斯泰萊製藥廠 中國分公司的日本男性高層 那以免岸田文雄呢 剛剛起了一點點的文化 又插水嘛 最近起了的 去烏克蘭那裡 起了的 有四成幾 之前只剩三成 現在又插水就糟了 因為呢 中共很流行的嘛 原來捉了很多日本人的啦 這個是最浪費的 起碼有五個近期都 之前都捉了幾十個 看起來慘不慘啊 所以呢 這個也都 日本國民都是覺得很軟弱的表示 所以岸田呢 那經濟呢 那經濟呢 真的搞得好 那很容易 因為這些東西呢 就 就變成了衰多幾乘 那就糟了 所以都要做一下事的 起碼在姿態上做事 我做不到呢 都是因為他衰 因為中共衰假 那現在都看到了 真是他衰假 不關我的事 我盡了力了 就是這樣嘛 是不是 好了 講回中共這邊 中共呢 繼孟晚舟事件拘押兩個加拿大佬之後呢 加拿又試玩人事外交 就搞日本仔 抓日本仔 是不是 而中共的目的呢 與其是說要日本不要插手台灣問題 這些是預了他要搞的啦 他日本仔怎麼會不搞你呢 尤其是美帝在那裡搞那些搞路 就浪費氣啦 講就照講 根本就不是為這些 與其說 中共要日本仔呢 不要插手台灣問題 倒不如說 中共是要日本拿些東西來交換人質 麻煩你 正公老毛來坦坦 是嗎 我綁架了你的小子 你也要給我一點錢 三郎案也好 四郎案也好 戰郎案也好 什麼都好 是不是 那好了 那拿些什麼來交換呢 人質呢 哦 只要不是就是半導體晶片的生產設備 半導體晶片的生產設備 大家需要知道 現在是兩範關於半導體 一個就是半導體晶片的產品 一個就是半導體晶片的生產設備 先講半導體晶片的產品 加半導體晶片的產品 簡單來說 就可以說三分天下 什麼三分天下呢 這個天下是三間公司的 就是台積電 三星 和SK海歷史 SK海歷史 都是南韓家 很威的 台積電當然是最威的 它晶圓那邊佔了七八成 很厲害的 尤其最尖端的晶圓呢 最尖端的晶圓呢 是超級九成 哇 那你說厲害不厲害呢 總之是三分天下 那現在已經清清楚楚了 雖然台積電最近在那裡滲 哇 美國的規定太嚴格了 我們現在很慘 可能要close了 要拉閘大陸那些工廠 那遲些都要拉閘的了 說到沒有 總之他們都要迫著去 超爵褲迫著去 那麼 那不給這些高端晶片 中共遲些人不給 低端晶片都不給的了 那情況下呢 中共就是沒有晶片啦 沒有 不可以買晶片回來啦 那當然可以啪啦 那但是都 現在整天被人盯著都很難的了 那中共唯有呢 扮了要什麼 都會集中說 要自主研發自力更生 自己繁滿自己端 那就是自行生產半導體晶片啦 但是已經花了過萬億人民幣了 都沒有了 沒有聲音是錢了 那怎麼搞呢 真不知道怎麼辦 就算當你有水了 那問題是什麼呢 中共要自行生產半導體晶片呢 即使當你大把水 即使現在沒有水 即使當你有足夠的尖端技術 即使當你有足夠的尖端人才 我當你有了 你沒有生產設備嘛 你都還要半導體晶片的生產設備 而半導體晶片的生產設備 都是三份鏈牙的 但是三份鏈牙的 簡單說 美國公司 荷蘭公司 和日本公司 是這三間的 荷蘭就大家都知道 就是 埃斯摩爾 總之呢 加上美國 就自然不會提供 不會提供生產設備 最近如果講完數 埃斯摩爾 荷蘭 都不會給你 第二段 鋼克基都不給你 不給你了 即是沒有了 三份鏈牙只剩下日本仔 即是現在呢 即是中共只剩下日本仔 還算可以商量一下 還算可以 還可以埋桌 講一講數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中共呢 就想拘捕到日本仔 答應了 而他們用的方法呢 就是 拘捕你的孩子 玩人質外交 以為這樣就可以了 哎呀 這些是什麼 這些叫綁匪思維 你給贖金啊 大陸 贖金就是半導體晶片 生產設施 是吧 我真是虧他想得出 哇 你經常說人強盜邏輯 你就是綁匪思維啊 哎呀 咦不是啊 話說回來 綁匪綁匪 應該注定是中共才想得出來的 這些綁匪思維 為什麼呢 事關了蔣魯介 蔣介石 一早就封了中共做共匪 嘛 他是匪來的一早 那綁匪有多奇怪 是吧 看來啊 蔣魯介真的有先見之明 啊 封回去做偉人才行 啊 中正紀念狂 不要 不要拆他了 是吧 慘啊 那事實上 中國外交部呢 昨天發出的中日會談通告呢 他們單方面發出的 日本仔呢 NHK 另一件事 另一個版本來的 不過那些詳情不說了 那些最重要的 就是小弟經常都強調 我說 長人之所略 略人之所長 如果外面大部分媒體講過呢 我都不會講的 他們忽略了呢 我反而會講 忽略而又覺得重要的 更加會講 總之呢 那些人通告呢 可以說鬼拍後未尊 露出了狐狸尾巴 各位 這麼說呢 根據這個中國外交部 官方網易發出的通告說 外長秦剛指出 美國曾經用霸凌手段 殘酷打壓日本半導體產業 如今 對話 故技從事 所謂 己所不欲 物施於人 有看過小弟的成語新解 都知道 己所不欲 是物施於人的 MUST 是物施於人的 正所謂己所不欲 物施於人 日本徹夫之痛 猶在 不應為虎作槍 這個 有些人說為虎作賊 但是正讀應該是 那個二讀字來的 為虎作槍 真的呢 就是為非作大 就是幫老虎 幫老虎 吃人老虎 搞這搞老 不應為虎作槍 而封鎖 只會進一步激發 中國自立自強的決心 嘩 可其 史詩 可其 有霸氣 嘩 總之 秦剛呢 表面上好像很肯關心 日本仔 我養醒你 你不要這樣 你以前被他害的 你害得這麼慘 你沒有理由這樣 嘩 現在日本仔不是受害的 他在搞你 傻子 吃藥味 嘩 不吃藥的話 一於得你入青山 說那麼多 嘩 總之呢 他表面上很肯關心日本仔 但是 查實可以說 變相 是預告了 中共會很肯大 因為日本仔 那時日本仔的底子 這麼厚都很膩 事關 秦剛說 美國曾經用霸凌手段殘酷打壓日本半導體產業 那就是說 今時今日 美國亦都可以殘酷打壓中國半導體產業 而你的底子這麼炸呢 你工業底子啊 科技底子這麼炸呢 你更 更殘酷些 是不是 日本有切膚之痛呢 你肯定是切 何必仔之痛啊 因為真是慘了 是不是 唉呀 真是 總之 念事啊 實聽事啊 不要說念事 你實聽事 主要是秦剛說 封鎖只會進一步 激發中國自立自強的決心 根本又是真人表演 夜行吹口哨 即是甚麼呢 你越怕青就越吹得大聲 口哨 你說話越大聲 就表示你越怕青咯 唉呀 再說 正如小弟之前都跟大家分析過的 即是呢 既然說秦剛或者支流其他 黃毅呀 習總的支流 經常說諸如此類說 封鎖只要進一步 激發中國自立自強的決心 令到中國這個科技自主研發更加厲害 喂 那查實 就封鎖下去咯 封鎖是好事 人家益你的 美國人日本仔益你的 是天大好事來的 我這麼熟才益你 封鎖 是不是 中共查實 很應該要求美國 日本加碼封鎖 那你就厲害咯 自立自強更加厲害咯 唉 真是 總之呢 中共 你現在 不是 既等錢使 亦都等半導體 更加等半導體的設備 生產設備 那你不要這樣 賊 那 那麼大聲 那 你好像李強 就好少少咯 即是這個 新任的總理 李強 事關呢 李強之後呢 即是 林方正 見完 秦剛之後呢 就見李強 也都見過和毅的 但見李強那裏呢 好像呢 正面少少 即是 李強 見林方正的時候呢 雖然呢 他講話很軟轉 甚至乎 可以說曲道圓 但都算較為正面的 事關於李強說 作為重要的經貿夥伴 中日兩國應該實現更高水平的互利關係 那 李強所謂的更高水平的互利關係呢 只不就是想 想日本 向中國 提供半導體晶片的生產設備咯 是 不過 民心啊 你中共呢 捉過日本人來做人質 就說岸田民和政府呢 他們呢 給那些工具 給那些半導體工具來探探探 喂 真是好像 真是 你怎麼說 就是死藥了沒有 你真是好像一塊什麼 生水糊頭 一塊生水糊頭是什麼意思 你真是神神的 生水糊頭 就是神神的 你真是神神的 生水糊頭來的 事實上 林方正呢 可以說擺明玩東西的了 事關 他去完大陸就馬上飛去 不先飛回日本 馬上飛去哪裡呢 飛去比利時 飛去那裡做什麼呢 就開北約外長會議 亞洲國家去開北約外長會議 真是搞事 第二年開的了 做什麼 當然是搞亞洲版北約 為什麼要搞亞洲版北約 亞洲版的北約呢 就是日本牽頭 日本做大佬 幕後大佬當然是美帝 但是 日本在亞洲那裡 我才是大佬 哼 我是大佬 你怕了嗎 亞洲版北約 我沒有飛機大炮 我不夠那麼多飛機大炮 如果我搞了亞洲版北約 南韓的飛機大炮 澳洲的飛機大炮 菲律賓的飛機大炮 甚至台灣的飛機大炮 都是我搞了 我指揮的 盟軍統帥就是我日本 多過癮 大東亞共榮圈又來了 是不是 你吹得他這樣嗎 他現在做好準備功夫 你怕了嗎 日本人就是不懂不懂 你吵你混聰 吵你的時候你已經死了 是不是 看來呢 習總也好 什麼習家軍也好 可以說在那裡集體表演什麼呢 集體表演 習總也當然是表演 就表演什麼呢 藍和魯跌落時限 藍和魯跌落時限 是什麼 沒有負 沒有負 真的恭喜你 好了 這集先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 尤其是 以前訂開的訂戶 可以去續訂回 因為又突然間忘記了幾十個 那如果未訂過 或者續訂回 現在都可以免費事體14天 跟大家說聲音 免費事體14天 總之大家可以Google search 這個八面郵報 atpatreon 八面郵報 atpatreon 這樣就可以了 跟幾個步驟 可以做訂戶 或者續訂回 做免費事體14天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總之很多謝 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 去繼續堅持 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 多謝了 拜拜